要交把勁的还有这个地方 就是台北车站是三铁汇集的重要交通枢纽 也是人潮聚集的地方 但是正对车站大门外 有一处让建车排班转运 也提供民众步行通往地下停车场的广场 却让游民占地为王了 堆制了大批的杂物不说 而且还臭气冲天 让路过的民众纷纷掩鼻 抱怨怎么都没有人在管呢 距离台北车站仅仅几步路 进入计程车排班转运广场 大批杂物映入眼帘 旧行囊破棉被堆至墙边 甚至出现颇具规模的小型杂物台 通往台铁地下停车场的楼梯扶手 成了现成的晒衣架 阴暗的楼梯间里 也变成了游民的私人空间 睡在里面去啊 晚上的话睡在楼梯口 看到那么脏兮兮的 习惯了 反正就是 到时候看 下次市场换人就说看看 垃圾一包包丢置在各个角落 枯植落叶几成堆 随着雨水浸泡腐烂 看起来缺乏管理的工友场所 市府却说真的有在打扫 垃圾的部分 它可能没有在当天的部分 我们会请厂商 以后就把它改成每天要去做一个 情运的这个部分处理 游民它比较住在那边 所以它可能比较实际上去 收回来这个回收品的部分 比较会有这种 就是堆滞的状况 这部分我们也会请厂商去 加强这个频率 请他请用民这个部分 要去做一个改善 台北市政府很无能啊 这种环境弄得这样糟 这不是现代化的国家 交通局将清扫工作委外 环境却依旧脏乱 面对守善之度的交通枢纽 这处民众眼中的不同世界 显然需要相关单位多点维护 民事新闻学家银修上扬 台高岛